好那我們剛剛的請大家的加入了之後呢 您進到這邊 這邊之後您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我們的研習前的一個調查 那麼最主要是要先了解一下大家 有沒有用過一些相關的影像處理軟體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跟海報有關係 還是跟影像處理有關 那這個其實這個題目呢 我們去年有開過這個課 不過今年調整一下 把線上的比重加重一點 也就是說現在雲端的時代來臨之後 我們的什麼 影像處理這一塊算是相對比較成熟的 所以其實各位現在會比較發現說 其實很多不需要的東西就在雲端就直接做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次的話會比較加重這一塊 那您進到這邊來這裡有一個任務 任務裡面這裡就有我們剛剛講的 在新制圖上面所有的那些資料 所以您今天就算講義沒帶走 或者甚至檔案沒帶走 沒有關係 回去的時候來這邊找就好了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像我們有一些範例的檔案 講義 然後呢你也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各位如果你的軟體沒有帶走 在這邊都可以下載 那我只會放免費的 你不要跟你講付費放在哪裡 我沒有放 反正我們免費的就可以用很多 那相關的這些連結呢 比如說像我的這個部落格的部分 也歡迎各位可以到這邊來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研習的整個過程的這個錄影 都會完成之後呢 我會放在我的那個YouTube教學頻道上 所以你也可以隨時做複習這樣子 OK好那這個是我們今天呢 簡單的稍微介紹一下 那待會兒呢 麻煩各位有空你可以先填寫 那在開始之前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除了今天這個內容 除了就是影像的部分 還會介紹到幾個就是 像這種影音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有沒有機會用到影音 有要宣傳一下啊 你可以只有照片沒關係 但是至少要有嘛 對不對 要有這個影片 有時候影片的感覺還是不大一樣 那你可以放在YouTube上 也可以放在你們的部落格啦 FV上這樣都可以 哇現在是網路連線比較慢 我這一次還有特別先把一些線上服務的部分 怕說像這樣比較慢一點 我都有先錄影起來 先錄影起來所以應該還好 沒有關係那個教學的部分 那這個是去年的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部分呢 就是等一下呢 一併跟大家做個介紹 好在這裡 好又卡住了 好吧 沒關係 那另外呢 在訊息裡面呢 會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相關資料 各位研習之後呢 我們還要繼續服務一段時間 好累喔 上網課還要繼續服務 反正有一些不錯的信息 我就再繼續PO在上面一段時間 那這個呢 就各位可以參考 好不好 OK 那就麻煩各位您先填一下我們的那個 延期前問卷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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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